吊魚爸的朋友 上一集學的如何 硬耳都懂了嗎 什麼是硬耳 什麼是軟耳 沒錯這集教的就是軟耳 想學嗎 非常想 再讓我們接著 看下去 好嗎 再來就是你們發現就是軟蟲 軟蟲的話 它的樣式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我們大致上歸類為三種 一種就是魚型 不管它的尾巴是 T尾就是那種扁的 這一種 有一個扁的 這個在歐美那邊叫Swing 就是游泳的魚 游泳的軟蟲 這個是扁的 像這種樣式的 這個 或是像這種 這種 老鼠尾尖的 尖的 這個我們都可以統稱它 叫做魚型 因為它的動作就像是魚一樣 那它尖的跟尾巴是這種扁的 操作方式來說的話 扁的就是你一直平瘦它就會擺動 那尖的就是我們用抽動的方式 讓它落水之後像一隻魚 要死不活的這樣子抽動 那這兩種樣式來說的話 其實在我們選擇使用上面的環境對應 很多環境都可以使用 就看你今天覺得哪一種動作 哪一種方式魚會咬 取決於我們自己本身 對今天環境的一個感覺 然後去選這個鵝 選這個鵝 那這個我們都統稱叫做魚型的 魚型的 那像這種 夾克魯這種扁的 這種扁的 我們可以稱它為魚型 稱它為魚型 好 這是魚型 然後另外一種呢 像蝦子一樣 它這個就真的像是蝦子 像是蝦子 那這種的 它前面一個大鵝 這個也像是蝦子 這種我們可以統稱叫做蝦型 魚型跟蝦型 再來一種 這個 大棍蚯蚓 這種長的 不管它的樣子 不管它的顏色 這種長的 或是像這種 夾克魯這種小的 這個我們都可以稱它為蟲型 就是蚌蟲 那當然這個樣子 你把它做的像魚一樣 那你可以稱它為魚型 但是以它的樣子來說 我們都會稱它為蟲型 那以上這種三種 大致上是軟耳的一個分類 軟耳的分類 就是魚型 蝦型 跟蟲型 那當然還會在國外的話 還會有一些像什麼 像這種啊 你要說它是蝦型嗎 也像 然後要說它是像那種 水裡面的那個 有一種叫做什麼 蜥蜴 蜥蜴 在國外有蜥蜴 但是我們叫龍圓 龍圓 就是我們說那種 就是那個六角龍 粉紅色的 然後很可愛那個 那個在國外 也很多 然後模仿那個 那個鱸魚很喜歡 但是看環境水域 所以 以上大致上就是說 蝦型 魚型跟蟲型 這幾種 那它的 樣是分類 然後剛剛我們講到 以我們的 硬耳來說 它是只有三個 三個空間的動作 要嘛就前進 要嘛就上跟下 對不對 但是軟蟲除了這三個 以外它有一個動作 就是可以往後 可以往後 什麼是往後 我們只能往前走 但是今天軟蟲它可以往後 你今天用的像這一種 扁平的來說 我的勾子 勾的位置 只要反一邊的話 它落水之後 它可以往前 一直往前進 我們一般 我們現在這邊的話 我們只能這樣動作 但是你把它反過來勾的時候 它可以往前 可以往前進 就是它的後面 我們的方向 就是一直往前 所以軟蟲多了一個 多了一個空間 可以前進的空間 那這種方式來說的話 可以打一些 像我們 水草 我們的草堆 在岸邊的時候 下面是空的結構 上面可能會有草 會有樹的刀影那一些 但是下面是空結構 我們可以用這種方式 把我們的耳滑進去 讓我們的耳滑進去 那這種它多了一個 可以打障礙的一個方式 而且軟蟲有一個好處 我們硬耳的話 勾子是外露的 硬耳勾子是外露的 那軟蟲來說的話 它的勾子 勾子 是可以 藏在 它的 耳裡面 所以今天我們釣到障礙的時候 釣到草區 還是說在我們的 一些軟結構 所謂軟結構就是 草堆 水草區 還有島樹 枯木這些 它的結構是軟的 不是石頭啊 金屬那一些 我們都稱為軟結構 在那些區域的時候 你用硬耳的話 會去勾到對不對 但是用軟蟲的時候 我們可以把鉤子藏進去 可以把鉤子藏到軟蟲裡面 那它一咬耳的時候呢 鉤子就會彈出來 就會彈出來 那這種軟蟲的話 很適合在這些障礙物裡面 所以今天你在選擇 你的環境的時候 再去選擇你的耳 今天你看你的做掉環境是什麼 在選擇你的耳 好 那這是軟蟲的一個好處 好 再來軟蟲最難的地方在哪裡 在它的吊塑的使用 這個學需要有很多的時間 第一個 陷阱你們會不會綁 會不會綁線 會綁線對不對 好會綁線你就成功50%了 再來60%是什麼 就是搭配 吊塑名稱這裡面 這個所有這裡面 是我們目前使用到 使用到基本上都會用到的一個 吊塑名稱 那這種吊塑名稱呢 你每一個名稱你要會使用 要會綁 那你就變成就是一個pro了 齁 這吊塑你就都會綁 綁完之後你要去對應 來第一個 卡羅萊納 卡羅萊納呢 它的名稱 這些名稱你就可以先記啦 然後它的綁法比較像什麼 我們在釣海水的時候 我們說的SOCO 就是講釘帶 講釘帶的時候 我們的錢是不是在後面 然後前面不是加個八字環嗎 然後再來是什麼 紫線對不對 卡羅萊納就是這個樣式 就是我們在供頂帶的樣式 千八字環 然後後面是拖一個紫線 這就是卡羅萊納 那卡羅萊納是 從卡羅萊納州 那邊衍生出來 然後傳到全世界 所以它稱這個吊塑是卡羅萊納 它從那個地方 就是發揚光大 比較出名的一個位置 那當然這個是從哪個地方開始流行 這個我們不知道 但是它是從卡羅萊納那邊 比較玩出名的 所以它這個名稱是這樣來的 那它的樣式 它的綁法就是我們說的供頂帶 吊成裡的 千八字環 然後後面再加一個紫線 好 這是卡羅萊納 再來就是 五千吊組 沒有外加的重量 今天你的耳的樣式 不管是什麼樣式 蟲形 蝦形 你只要我的耳 不管怎麼勾 我的耳 勾起來也是這樣子 或是我今天只是一個勾子 我只是一個勾子 我只是一個勾子勾過我的蟲 那我們都可以稱它為東西 可是我的勾子 只有勾子 然後跟我的耳 那我的勾子跟耳 都沒有外加重量 就是沒有插切 或是說我的線上面 沒有任何的附加重量 或是我的勾子上面 也沒有耳外的重量 可能就像會多一顆 比較重的GIG那一種 那我們直接勾上去 我們都可以統稱為五千吊組 然後SING就是五千 五千就是直接勾子勾過去 不管你用的勾子是取柄勾 還是紙柄勾 而不是像這種 前面你又多了一個這個頭 這個就附加重量 這就不一樣了 但如果今天我用的是勾子 是紙柄勾 但是沒有這多的 額外的重量 那我們都可以稱為 然後SING就是五千吊組 都可以稱為五千 好再來倒吊 倒吊的話 就是 我的勾子 我們釣魚的時候 不是都會附一個籤嗎 附一個籤 那我的籤在我的耳的下方 我的籤在我耳的下方 那我們都稱為倒吊 都稱為倒吊 那倒吊的話 你們應該是很多人都不會綁 對不對 有些都不會綁 那今天等一下的話 我們再看一下怎麼綁 或是說你可以網路上搜尋一下 或是說我的影片裡面有教學 倒吊的綁法 那我們今天先來認識一下 釣主 的名詞解釋 那倒吊的話 相反的就是 我的一般來說 我們在釣魚的時候 不管今天你釣了什麼釣法 我們牽完之後再紙牽對不對 但是我倒吊就是反過來 我的牽重量 重量附過在我的耳的下方 那我們稱為倒吊 OK 然後再來德州 德州釣主的話 一般你們玩路亞的話 最常聽到就是德州釣主 那德州釣主是什麼呢 就是 德州釣主呢 今天不管你的牽的樣式是什麼樣式 我的牽 然後面直接綁鉤子 牽完之後 我不是線會穿過去嗎 然後直接綁鉤子 不管你綁紙瓶鉤 許瓶鉤 你只要直接綁鉤子 那這個牽不管是固定的還是會滑動的 我們都可以稱為德州釣主 如果你的牽過去之後是用八字環 再用紫線 那就是卡羅萊納 就是我們的宮廷隊釣主了 那德州釣主就是我們一個子彈牽 或者說它的樣式 不管是不是這種子彈 或者說一般的那種牽 只要是圓的 中通牽 過去直接綁鉤子 那就是德州釣主 OK 好 在德州完之後 再就是ROBJIG ROBJIG就是膠 膠群 膠群的釣主 那這種的話呢 像這樣子 今天你的一個鉤子上面一個鉤子 那這鉤子呢 它上面有一個附加重量 然後多了一個膠群 多了一個膠群 這個膠群 然後我們都稱為它就是ROBJIG 那這東西是模仿什麼 你落水之後 它這個膠群在水裡面 它會密集在這個位置 它會有點散開 但是它抽動的時候 它會一坨對不對 一坨隨便跑 那這個呢 在國外 在美國那邊流行起來的話 它是模仿一隻蝦子 熬蝦 熬蝦的身體是不是比較寬 那它在收的過程中 它會 一坨在這裡 然後就模仿一隻蝦子 或說它模仿一隻蝦也可以 它是利用它的一個整體的組合 去模仿在水裡面的生物 所以這東西很特別 我們看起來就是一坨膠群而已 可是對於來說的話 它是一個可以吃的食物 好 所以你不要用我們 對它的一個刻板印象去解釋它 你要用它在水中一個 模仿一個動態 它所呈現出來的動作 去決定說它是什麼東西 那這是ROBJIG 那這個來說的話 在門市賣的其實也不多 會用的人很多 可是一般會用的人 為什麼不用這個 因為它很貴 這一顆就要一百多二百塊 但它在特定的時間點使用上面 像我們今天這個環境來說的話 外面沒什麼結構物 那你這個下去的時候 它會很明顯的一個物體在那邊 或是說今天我們釣有結構物 但是它上面有這個 有一個可以擋的一個 它也可以說是膠條在 那這有防彈效果 那它在釣障礙物的時候 也是可以使用的 這叫做ROBJIG 就是膠群的 膠群的鵝 然後再來就是WALKY WALKY的話呢 今天我的鵝 不管我的樣式 今天是棒形的 蟲形的 或是蝦形 或是不像 但是我的勾子 勾在我這個鵝的中間 勾在中間 它的中間點的位置 我們都可以稱為WALKY 好 不管你的勾子有沒有附加重量 它只要勾在耳的中間 然後你的耳落水之後 是成這樣子方式前進的 我們都可以稱為WALKY WALKY調柱 就是沒有外加重量 就算有外加重量也沒關係 你的耳 是沒有外加重量 在你的牽有外加重量的時候 你的勾子 像你用去隔的勾子 像這個JIG的勾子 你只要把它勾在這個耳的中間 然後做 做釣拖型的時候 這個我們都可以稱為WALKY 可以稱為WALKY 在NECO NECO的話就是插纖釣主 插纖就是我們有一個 門市應該都有賣啦 就是一根像釘子一樣的東西 像釘子一樣的 那這個的話呢 今天你的耳也是不管樣式喔 蝦型 魚型或是磅蟲都可以 你把它插在一端 插進去插在一端 那今天你的勾子 掛在中間 像WALKY一樣勾中間 那落水之後它是很直立式的 只要有插纖 我們都可以稱為NECO 就不是WALKY囉 有插纖就成為NECO 就不是WALKY了 好 再來就是 HAY就是雞頭勾 GHAY就是你前面一個勾子 然後前面有外加重量 那這重量不管多大 可能0.4克也好 或是20克 40克 50克都好 那你就直接勾過我們的耳 那這東西叫JIGG 就是我們所謂的雞頭勾 JIGG JIGG就是這台G JIGG 那我們直接把它翻 有的就是直接把它翻成中文 解釋叫雞頭勾 而且解釋來說 你懂就好了 你懂它在講什麼 就長這個樣子 OK 好 再來就是JIGG JIGG來說來說的話呢 這個比較特別一點 這種釣組的話呢 我們是在賣的話 只有DECOE會有 那它又是勾子 勾子 然後上面有一個環 路雅環 要穿去給你們看 路雅環 然後下面再多了一個 重量 它是把那個牽的位置 放在它的勾子的下方 然後後面再用一個八字環 或是沒有八字環都可以 直接擋在上面 它變成它是一個一體的 一個一體的 那這我們可以稱為JIGG 那這釣組來說的話 它是最近這幾年才開始流行 以前沒有 然後這個是 杯裡 這個就是 我們所謂的刀片 這個來說的話 你們應該是看不懂 這是什麼東西 當下看不知道 可是你看到釣組的時候 你就知道這個是什麼了 這個門市應該有很多都在賣 就是你的前面是一個JIGG 然後是ROBOJIGG 但是前面加了一個亮片 加了一個擋片 這個就是稱為 我們叫刀片釣組 這個在 這是我問美國人的 他們稱這種釣組 這種的 這種的釣組 都是這個 Better Jack 這個是刀片 因為它前面像一片刀一樣 再來就是一個TOKIA 就是東京釣組 東京釣組只是 剛剛我給你們看的 那個JIGGGA釣組的延伸 它把下面那個牽 後面扣那個牽 然後用了一個鐵條 增長它的一個位置 那它長得又有 像倒釣組 那因為那個東西我今天沒有帶 它的話就是那一個 下面那倒釣組 它變成一個鐵絲 那它是固定式 它不會軟 它不是那種軟的那種 不像倒釣組 下面是一個線 那它可以用兩顆或三顆以上的 半頭籤 那敲擊的時候會有聲音 那這種釣組 是從那個日本的東京那邊延伸出來的 所以我們稱它為東京釣組 這個我這邊沒有圖 也沒有那個釣組 所以你們可以上網直接打這個 搜尋一下Google 它們就會有很多樣式出來 OK 那以上這些是軟蟲釣組的名詞的解釋 這個比較繁瑣比較無聊 但是這個東西是你們 如果在釣Buds的時候一定要學的 因為這個會對你的環境 OK 就綁法來說的話 就是有以上這些釣組 這些釣組在衍生出去的話 其實沒有太多東西了 你這些東西釣組 你都會用的話 那你就是非常厲害了 你可以對應所有環境 歸歸 軟耳學夠了嗎 別忘了 我們還有第三集 第二集的軟耳 我們分為什麼 自己看 都知道了嗎 那今天影片到這邊囉 還有下一集 有了有了 中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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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魚東á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影片了 如果喜歡的話 請記得訂閱分享 按小鈴鐺喔 谢谢